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新语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我的老婆失踪在了我的眼皮子底下 经过五年的调查 我终于在缅北的一次人口贩卖大案中见到了她 此时的她被割去了四肢 眼神涣散地看着我 崩溃中 我发誓一定要将这个贩卖人口的犯罪团伙绳之以法 不久后,终于摸到了他们的脑欧 这一次,这些人一个都别想逃 老公救我,救我,救我 我再次从梦中惊醒过来 手脚冰凉,一身冷汗 这已经是我弟恩家一梦见我老婆了 梦里的她总是说着同样的话 求助的眼神看得我的白爪挠心 我的老婆失踪五年了 她是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失踪的 事情还得从五年前我们俩的蜜月旅行中说起 我们结束了三年的爱情马拉松 步入了幸福的婚姻殿堂 在我俩的蜜月旅行中 缅北是其中的一站 那天走在缅北的街上 我们看到一家装修很不错的店铺 老婆一眼就看中了橱窗里的一条粉色裙子 于是我们就走进了这家 让我无数次后悔到想要撞墙的店铺 我的老婆拿着那条白裙子进去试衣间市去了 我就坐在离她那间试衣间不远的椅子上 旁边的桌子上放着几本杂志 想着打发这无聊的时间 我便随手拿起一本看了起来 期间我也一直在注意着试衣间的方向 这是我的职业习惯 因为我是一名刑警 可都过了十几分钟了 我老婆还没有从试衣间里出来 这一点都不是她的作风 平常就算是在南川的衣服 最多十分钟也够了 而她拿的那条只是一件普通款式的裙子 不应该穿这么久啊 我放下杂志 起身往试衣间走去 想问问她是不是尺码不合适 又不好意思跟导购说 我敲了敲试衣间的门 轻声问道 老婆是不是尺码不合适 我要不帮你拿大一个码 可是没人回应我 我的心稍微有点担忧 但还是继续问道 老婆你说话呀 依旧没人回应我 推门里面是锁着的 此时我的已经很担心了 想着我老婆是不是晕倒在里面了 所以我不顾服务员的阻拦 直接开始撞门 一下两下 门终于开了 但却没见我老婆的身影 试衣间就七八平方大 我就差把地缝扒开看了 就是没见我老婆的身影 我慌张地叫着我老婆的名字 把剩下的几个试衣间找了个遍 可依旧没有我老婆的身影 此时的我 已经完全方寸大乱了 我明明就坐在我老婆那件试衣间的门口 没离开过 为什么她就能在我眼皮子底下消失了呢 店员帮我报了警 警察很快就来了 搜寻了店里的每一个角落 也看了店里的监控视频 可我老婆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里面的身影 就是拿着衣服去试衣间那会儿 试衣间里没有监控 所以谁也不知道我老婆为什么会消失 所有人都不知道我老婆那么一个大活人去哪里了 她什么都没给我留下 就这样消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就连警犬都没有闻到她的气味 我不相信 不相信她就这么消失了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我发了疯地穿梭在整个店铺里 把这家店铺的每个角落又找了一遍 甚至马桶里 下水道口 天花板 我都看了 除了蟑螂 我没有看到别的东西 我疯了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无助 愤怒和后悔涌上我的心头 我老婆就这样失踪了 我跌跌撞撞地走出这家店 颓废地坐在店门口 我压根就不相信他们说的什么灵异事件 我觉得这其中一定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东西 我要守在店门口 我总觉得它会出现的 可是我一连守了一个月 都没有再看见我老婆的身影 甚至我都给各个地方都贴了寻人启事 又一个月过去了 依旧一无所获 我想过我老婆可能是被某个组织带走了 我动用了我所有的关系跟人脉 黑到白到都有 让他们帮我找 可三个月过去了 还是没有一丁点消息 家人都劝先回国 再做打算 可是我不愿意 要是我现在回国的话 那就相当于我完全放弃我老婆了 于是我又待了一个月 依旧是没有什么收获 此时距离我老婆失踪 已经过去整整半年了 希望也越来越渺茫 单位领导知道我的情况 这天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有个贩卖人口的组织最近活跃了 据可靠消息称 也有别人是像我老婆这样消失的 领导让我回去负责这个案子 说不定能找到我老婆 我接完电话就订了回去的机票 第二天就投身到了这个案子中 我仔细看了失踪女性家属的报案记录 跟我老婆一样 也是在缅北 而且失踪的方式跟我老婆一样 也是试衣服 然后人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在看到这个报案记录后 我找老婆的信心大了一点 看来这是有目的 有组织的绑架女性 因为是一国茶案 这个案子的进展并不是很顺利 整整十天都没有任何进展 这十天我几乎没有睡觉 一直找突破口 这天我依旧在一堆类似案件的资料里找有用的线索 突然在缅北的资料里看到这么一个案件 这也是个拐卖妇女的案件 根据嫌疑人的口供 很多妇女是在她们上厕所的时候被抓走的 抓走的方式是 那几个女厕所被她们挖通了地道 而地道与厕所只有一砖之隔 只要有落单的女性进去上厕所 就会被抓走 她们用这种方法抓了很多妇女 最后因为这几个厕所 消失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当地警察对这几个厕所展开地毯式搜寻 连砖块之间的缝隙都不放过 最后终于发现了这块通往犯罪深渊的地板 最后警方顺藤摸瓜地找到了一部分犯罪嫌疑人 解救出一部分还没来得及转运的女性 但犯罪团伙的老挝还是没有找到 看到这个案件 我突然想到 我老婆是不是也是这么失踪的 但是我确认 当时我看过每一块地板砖 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可好像目前看来 这是最大的可能性 我决定再去那个服装店看看 于是我立马向上级打报告 拿到了缅甸官方的搜查令 带着几个手下直接飞往缅北 一下飞机 接应我们的缅北警察已经到了 我们一起火速赶往了那家服装店 一进店 我就直奔我老婆失踪的那件十一间 从天花板开始 每一块板砖我都看得仔仔细细 用手敲了又敲 这么几遍下来 依旧是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我心中那刚刚燃起的希望 瞬间被交得七零八岁 我抱着头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一个大男人 泪水瞬间就像开闸的洪水 流个不停 人最可怕的不是失去 而是没希望 我感觉我真的找不到我老婆了 我老婆好像真的要 永远消失在我的世界里了 在她失踪的这半年多里 我还是头一次哭成这样 跟我一起的同事也不敢劝我 就这么陪在我身边 看着我哭 我感觉我的泪水就要哭干了 但是这时候 我发现了一点不对劲的地方 这么平滑的地板 在我的泪水滴上去之后 竟然朝着一个地方缓缓流动 但不仔细看是不会发现的 像这种级别的服装店 地板一般不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除非这块地板后来被人为撬动过 所以 我立马就判断 这块地板有问题 收起刚才的悲伤 我开始研究这块地板 我用工具沿着地板的缝往起撬它 它有一点松动 但没有要起来的意思 但我现在更加确信我刚才的猜测了 于是使了使劲 再次撬动地板 这下 地板直接被我撬了起来 一块厚重的水泥板出现在我们眼前 这块水泥板的四周有明显的缝 很显然 这下面还大有文章 我深呼一口气 颤抖着手把这块水泥板撬了起来 难怪呢 难怪这块地板砖下面也是实心的呢 果然 下面是一个可以同时容纳两人的通道 而那块被撬起来的地板砖四周 都有着完整的美缝边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找不到缝隙的原因 看来这帮犯罪团伙很有经验啊 我心中的希望瞬间被点燃了 我觉得很快我就能找到我老婆了 我觉得这是老天在帮我 冥冥之中让我发现了这个通道 在简单地测试完这个通道没什么机关之后 我们果断顺着通道往前走 但是为了防止打草惊蛇 我们决定只去五个人 其余人把这家服装店的人员控制起来 并且封锁这家店 跟我一起去的有我的两个同事 还有两个是缅北的警察 来这里之前 他们就说他们这几年 也一直在抓这帮犯罪团伙 可惜他们太狡猾了 一直都没有抓到 我相信我这次我们一定会有所突破 我快一点找到我老婆 他就少一分危险 通道里不够高 我们得趋着身子才能走过 而且里面黑漆漆的 密不透风 每走两分钟 就觉得有点供养不足了 最后 我们在通道里足足走了十分钟 终于看见前方有一丝亮光 看来这是终于走到终点了 我们把早就准备好的手枪上了膛 慢慢地靠近通道出口 在出口处静静听了几分钟外面的动静后 我们确定了外面有人 但不多 这时候 无疑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不许动 举起手来 不许动 几个犯罪嫌疑人被我们控制住了 在这里的 还有七八个被拐卖的女性 我着急地立马去看有没有我老婆 可是挨个都确认过了 也没有看见我老婆的身影 我转头拿枪 顶着其中一个犯规嫌疑人的头 咬牙切齿道 说 别的被你们拐卖的人在哪里 不说 我现在就一枪包了你 看我的枪都上膛了 他立马就说了 这里只是他们的一个临时转运点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转运点 在五公里之外的一个仓库 我立马给守在店里的同事打电话 告诉了他们地址 让他们带着人立马前往那个仓库 我们这边 三个人负责把这几个罪犯和受害者带回警局 我跟我的同事踏上了前往仓库的道路 果然 那几个犯罪嫌疑人没骗我们 这个仓库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转运点 还没有靠近门 就有两个人在把守着 他们手里都拿着枪 而且人高马大的 想要靠近确实不是件容易事 但我们不能一直干等着 得做点什么 最后我俩决定分别包抄 一人解决一个把守的犯罪嫌疑人 但又不能打草惊蛇 不能用枪 所以只能摸进肉搏 这不是什么难事 用小刀做武器是每个刑警必备的职业素养 很快 两个把守的嫌疑人被我凉解决了 我在门口顺着门缝看去 院子里还有五六个拿着枪把守的人 估计房间里还有人 这次不能冒险 所以我们决定先勘测这里的情况 终于 在我们差不多都摸清了之后 我们的人也来了 因为事出突然 把他们打了个措手不及 这帮人很快就被我们控制了 只是我的一名同事的胳膊受伤了 房间里有几十名被拐卖的女性 都被关在笼子里 我们赶紧把他们放出来 我抱着希望从中挨个寻找 可依旧没有看到我的老婆 我崩溃了 转头对着其中一个嫌疑人就是一脚 说 你们别的转运点在哪里 我不知道 我们是有规定的 一个人只能知道一个转运点 这我确实知道 这些犯罪团伙 为了防止自己人把信息泄露 经常会采用这种方式 所以我们抓到他们 其实线索也相当于断了 除非能抓到他们的领导层 我的希望再次破灭了 恨不得把眼前的这帮犯罪分子碎尸万段 可就在这时 我感受到了一个熟悉的目光 顺着感觉找去 跟一个没了四肢的女性对上了视线 她的头发乱糟糟的 眼神涣散又无助 身上的衣服脏兮兮的 摇头晃脑的样子 表明她的精神早已经失常了 她就这么看着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 我靠近她 她突然变得惊慌起来 抱着旁边的柱子嚎叫个不停 这声音好熟悉呀 我的心瞬间揪了起来 我轻声安抚她 她好像听明白了我的话 慢慢地不好叫了 也让我碰她了 我轻轻撩开她乱糟糟的头发 眼前这张熟悉的脸 让我瞬间热泪盈眶 她就是我的老婆呀 我终于找到我的老婆了 可是我来晚了 她已经被这帮畜生折磨得不成人样了 她是那么爱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啊 而且她还是个舞蹈老师 二十六岁的年纪 二十年都在舞蹈上 可现在却没了双腿 我的恨意再次蔓延到了每个细胞里 恨不得现在就把这帮畜生枪毙了 可李智告诉我 不能这样做 我是一名刑警 我得有大局观 我抱着她哭个不停 可是她却疼得呲牙咧嘴的 因为她的两条胳膊都被砍掉了 在碰上的瞬间是很疼的 缠在上面的纱布早已经被鲜血尽透了 表面凝固的血痂和黑漆漆的脏东西 说明这帮人已经很久没给她换过纱布了 我用干净的纱布给她重新绑了四处的伤口 帮她把脸擦干净 因为她受过那么大的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 时不时的就会嚎叫 我一直在旁边抱着她安抚她 给她讲我们以前的故事 看我们两个的合照 慢慢的她好像认识我是谁了 也不好叫了 我抱着她哭了又哭 痛恨自己没保护好她 更痛恨那些让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恶魔 我发誓 一定要将这帮魔鬼绳之以法 他们一定要付出代价 这帮犯罪团伙的根基很深 而且很狡猾 想要抓住他们确实不容易 局里经过商讨 最后决定派一个人打入敌人内部 理应外合把他们一举拿下 我当时就报了明 这个任务我一定要去 我要亲手把这个恶魔之手抓住 领导批准了我的申请 我把老婆安顿好之后 踏上了卧底之路 一周之后的一个黄昏 我穿着一身巅省常见的民族服装 跨越了边境 跟随着一支民间的旅游队伍 再次来到了缅北 这块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地盘 我做鬼都不会忘记的地方 之所以要跟着民间的旅游队伍来这边 那是因为官方的旅游队伍 是不会引起那个人贩子团伙兴趣的 官方队伍在来到缅北之后 是会受到当地警方的全程保护的 人贩子团伙虽然在缅北能呼风唤雨 只手遮天 但是跟警方应科 却不是他们愿意做的事情 费力不讨好 不如去对民间旅游团队下手 轻松惬意 利润又高 我就隐藏在这支队伍当中 如何潜入到 人贩子团伙高层的身边 上面其实是给过我一些建议的 但是那些建议都是在缅北长期生活之后 才能逐渐生效的 我可不想让那些恶魔在人间多活那么久 要是可以的话 我恨不得一天之内就把他们全都干掉 所以我选择了自己的计划 那就是以一个猎物的身份 进入到这帮嗜血猎人的队伍之中 先生 这边是我们缅北的特色逐楼村庄 是可以免费参观的 只要在离开的时候 带走几百块的商品就可以了 刚刚进到缅北的时候 这个滇省口音非常浓的导游 就来到了我们的队伍当中 我们的领队为了省钱 雇佣了这么一位当地导游 本来以为是能白嫖一个 廉价劳动力 走这么一趟可以省点钱的 但是没想到 人家这地投舌更厉害 直接就是三里一个小村 五里一个小店的 领队直接就傻眼了 但是也没办法 只能把这些消耗全都分散了下来 让我们这些游客承担了 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进入那伙人贩子的团队当中 这些花销我本来应该是不在乎的 光是上面给我的经费 就足够我旅行几百趟了 为了扮演好这个普通游客的身份 我当然是得跟着其他游客们一起骂人了 什么傻卵领队 找的什么沙雕导游 老子日立马 老哥骂得在里 还让我们花这么多钱 他妈妈怎么不跟他一起来旅行啊 谁说他妈没一起来呀 那导游大婶不就跟他长得挺像的吗 哈哈 我开头骂了那么一句 很多游客都发现了我这个身形贱说 豪气甘云的大男人 在一国他乡旅行 跟着这么一位可信赖的大哥 应该是能多一点安全感的 很快 在我的身边就逐渐聚集起了一个十人左右的小团体 我们的小团体引起了村中一个缅北村民的注意 他的眼神一直都在我们的身上徘徊着 而我也早已发现了他的眼神了 这小子不是一个善茶 哪怕最狡猾的黑心商人 也不会有他那么阴损的神情的 他很可能就是我要找的人 这里距离我妻子当初失踪的城区并不远 周边的人贩子应该是不会有第二个团伙了 我找的就是他们 游客朋友们来我们家吃个午餐吧 实惠又美味啊 这是那个阴损村民发出的吆喝声 我带着身边的小团体 就走进了他们家的小饭店 你们这里的晚饭都有什么呀 我问了店老板一声 店老板回应道 你们国家的家常菜都有的 小团体中的一位女士 瞬间就不悦了 这饭店好大的口气 就正一个缅北乡下的小村庄 竟然还能敢说 自己能做所有家常菜 这不是忽悠消费者吗 把你们厨子叫出来 我问问她 看她到底会什么 女士很气愤地说道 老板倒也硬气 回后厨叫出了 由八个壮年大旱组成的后厨团队 我们这里这么多好厨子 还能做不出好菜 女士瞬间语气就软下来了 行行行 我相信你们还不行吗 而我的注意点 完全不在这些人会不会做菜上面 我的目光快速地扫过了他们的双手 确实是有用刀的老茧在的 但他们究竟是用的什么刀 我也就不得而知了 这些人要么就真是常年做菜的厨子 要么就是做手术 拿肾的人贩子了 咱们和气生财 大家都别急 就在这里安心吃饭吧 只要不跟那个沙雕领队一起吃饭 心情就是好啊 见我咒骂起了那个吝啬的领队 我身边的小团体成员们 也都纷纷硬胡了起来 他们现在还是很愿意相信我的 跟着我坐在了饭桌前 等候起了所谓的家常菜晚宴 一个小时过去了 后厨一共给出了十几个家常菜 我们也算是吃得尽兴了 当然 这个我们里面是没有包含我的 我需要保持清醒 随时警惕那些厚厨的汉子们 所以我并没有真正吃下其中的几口饭菜 有这些游客们帮我打掩护 他们是不会怀疑我没吃菜的 到 随着店老板的一声吆喝 我和那些小团体成员们全都倒在了地上 当然 我是装的 我们很快就被那些大汉们搬进了后厨 这里倒是没有什么手术式的样子 但是那些大厨们可是相当擅长做手术的 很快就开始了他们的行动 准备摘掉我们这一拨人的腰子了 而团队里的三位女士 则是被直接扛到了后厨的后门 看来是要运到其他地方去了 我马上解除了自己的伪装 从案板上一跃而起 跟这些大汉们打了起来 对 这就是我计划的一部分 不打不相识 这里的人贩子团伙 肯定是需要能打的高手加盟的 帮他们去控制那些难以搞定的男性目标 我这么一打 肯定是能受到他们上层的关注的 而且 我在动手的时候 还专门表现出了飘飘然的状态 让他们继续误以为 是我吃下了东西 但是药力不够 我还是能恢复清醒 跟他们一战的 老陈 你压得没有上够药啊 去你妈的 巴鲁 老子上的都快比你上你 嫂子时候的药量还多了 明显是这个家伙吃得饭少 快拿刀 他好猛啊 在八人的围攻之下 我还是能奋起反抗 打他们一个势均力敌的 我拿着后处理的锅和盆 攻守俱全 一时间他们也拿我没有办法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劣质迷药的药效 是真的要过去了 很显然 那位老臣已经开始着急了 老乡 咱们商量个事吧 你看行吗 我 说说看 我们这里缺个打售 一个月能挣三万 你看看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干呢 呵呵 先别拒绝呀 我就问你 你在国内一个月挣多少 三千 怎么了 对呀 有钱不挣 你是傻子吗 我当初来了缅北 也差点被人割了腰子 但是我这守厨艺被他们看中了 留在了这里 挣到了月薪一万五 我有着收入 我还回国做什么呀 这个陈姓男子果然就是国人 他是真的加入到了这个人贩子团伙之中了 我渐渐肯定了这些判断 你也是来这里打工的 当然了 想想吧 有钱不挣土傻呀 跟我们一起干吧 陈姓男子见我的目光在地上和案板上反复扫视 也是越发着急了 这样吧 我们把这些男人都放了 女人嫁高 我们就留下了 你也算是仗义了 你看行吗 他以为我是因为不想对不住这些同伴 所以才会犹豫的 干脆放出了这样的糖衣炮弹 他身边的那几个大汉 听到了他给出的条件 全都愣了一下 但是当他们回想起了我有多能打之后 也就认了 反正带走三个女人 今晚就还是有得赚的 其他人放了就放了吧 对 老陈说的我们也答应 想想吧 跟我们一起干吧 一个月三万 我的嘴角微微抬起 一副心动了的表情 可以 但是你们必须把所有人都放走 要不然我不干 老陈知道要效 马上就要到时了 要是还不做决定 可能这些人也起身之后 成为了有效战力 那他们可就要倒霉了 好 我答应你了 这可不行 姓陈的 就是 老子的烟钱怎么办呢 我不同意 除了老陈之外 其他几人都是不愿意的 但是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要求 他们迫于无奈 再加上老陈对他们寻寻善用 终于是把他们给说服了 我还答应了会把第一个月的工资 给到他们 那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好在纠结的了 毕竟这要效要是结束了 那他们的麻烦可就更大了 终于跟我组成了一个小团体的这些人 全都被放走了 而我也跟着那个叫老陈的人贩子 来到了他们的一个集合点 那里是能见到他们的二层领导的 在一处烂尾楼内 我见到了那一帮免北人贩子团伙的二层领导 他负责的就是我们这支旅游队伍 所要游历的路线 从他的口中得知 那些所谓的旅游团队领队和导游 其实也都是他们的人 那些人是能从他们这里拿到议程的分成的 真正的无辜者 这有那些可怜的 贪图便宜的游客们 赶来绵北旅游 而且不参加官方团队 这就是那些游客们犯下的错误了 在那个二层领导的面前 我展现出了一个资深打收的本领 把他带来的那三个保镖 全都揍了个鼻青脸肿 二层领导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 承诺了给我三倍于普通团伙成员的薪酬 希望我能好好发挥 把那些来绵北寻求刺激的游客们 全都变成他们的摇钱树 我要是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 那就不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这边 直接通过组织上的安排 用黑色力量把我送到这边的团队底层来就可以了 无非就是没有这个三倍薪酬的待遇而已了 我来绵北是为了报仇 薪酬再多也都是赃款 对我肯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我立刻就拒绝了他的好意 我对他说道 女士 我并不想当一个打手 可以的话 我希望能只拿一份薪水 留在你的身边做保镖 我确实是暂时还接受不了绑架我的国人的 如果非要让我去做那种工作 可能短时间内 我是不会有什么成绩的 这个女头目的保镖 刚刚才被我胖揍过 所以他们肯定是不会有意见的 反正这位女头目怕死得很 保镖是不可能只要一个人的 他们又不会因为我的出现而失业 全都是沉默不语的 也就只有这个女头目 自己在思考着这件事的可否了 嗯 你说的是实话 我看得出来 女头目的汉语其实也是非常标准的 她大概率也会一个国人 只是来这边慢慢混到了高层罢了 这狠毒的女人跟我的妻子也差不了几岁 可我的妻子却被她与她的同伙们折磨成了那副模样 这是我绝对不能原谅的 我现在是会表现出对他们的好感的 但是只有时机一到 他们的报应也就来了 对这些畜生 我也不会心慈手软的 可能是因为我看起来很值得信任 也可能是因为我的实力打动了她 甚至有可能是因为我长得比较顺眼的缘故吧 这个女头目最终还是答应了我的要求 而且她还解散她的那个保镖队伍 只保留了我这一个保镖 当晚就带着我去了她的住处了 为我安排了房间之后 她就回到她的房间内 去跟她们团伙的最高头目交接工作去了 这个女人居然对我不设防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但是今晚显然不是我执行惩戒措施的时间 我还没有顺藤摸瓜 找到她们的所有头目 摸清楚她们在这一带的全部人员部署 要是不能给她们来一个一锅端 那我潜入她们队伍当中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总而言之 我通过自己的努力 没有被局限在 她们人贩子团伙的一个小分部之中 而是直接来到了 她们的头目身边就职 这样不管是探查消息 还是执行计划 都会简单很多了 至于那三个对我很是仇恨的保镖 也就成为了我后续计划中的关键道具了 我要去总部开个会 你跟我一起走吧 三天后的一个早晨 女头目直接来到了我的房间 把我从睡梦中唤醒了 当然 那是我表现给她看的 其实我在这边潜伏 每天休息的时间都很短暂 我是不会把睡梦中的自己 暴露在她们面前的 早晨的我早就已经是醒来的了 只是还装作了睡着的样子罢了 好 我跟你走 从女头目在我身体上游荡的目光 我能感觉得出来 这个女人应该是在想一些肮脏的事情了 这对我而言确实很恶心 但是我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迅速换好了衣服 给她展现出了一副不主动 也不拒绝的模样 让她保留了对我的兴趣 我知道她是想慢慢来 我也一样 对她的惩戒计划也不着急 慢慢来 先让她帮我找到了他们的团伙总部再说吧 我想 她之所以会解散之前的保镖团队 很大的可能也就是为了 不让他们打扰到我跟她的独处了吧 这个女人的心思其实是很细的 必须要让她陷入头脑不理智的状态 要不然后续计划就很难进行了 一个多小时以后 我们来到了缅北第一城密之内的市中心 这是一座距离我国大里 不超过三百公里的城市 人贩子团伙头目的会议 竟然不是在隐蔽的缅北乡下开展的 而是在这相当繁华的城市之中 我被他们的胆大与嚣张震惊到了 看来他们这些头目 是跟下面人的交割做得非常干净的 进城之后 完全不会担心他们的人身安全 缅北警方应该也是 没有掌握他们的犯罪证据的 并不会对他们实施抓捕 我驾驶着女头目的汉马 把她送到了目的地 密之内的马迪拉酒店 这是一处五星九酒店 也是缅北为二的五星级酒店 人贩子团伙头目们 真的是太过于嚣张了 他们靠着这种桑尽天良的生意 居然积攒下了这么多的金钱 能在这种地方租下会厅 这真的太粉丝了 你就留在这酒店里休息吧 想去玩点什么都可以 我这里有报销权限 去吧 女头目一脸笑意 看起来就是在对我是好的 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她对我的一次考验 我要是真的做了些什么 与任务相关的事情的话 可能就会暴露了 这酒店里很可能有他们的耳目 我是不会轻举妄动的 我答应了她 与她分别 像个正常的享受生活的国人一样 在温泉室内 泡起了温泉 此时的我 脑子里想的全是后续的计划 该怎么做 才能把他们一锅端呢 女头目的那些保镖们 渐渐映入了我的脑海之中 有这几个家伙在 我的计划就能顺利展开了 我一个电话 打到了那三人中最能打 也是最年轻的一个保镖的手机上去了 那家伙此时正在绵北乡下的 不知道哪一处窑子里爽着呢 我的打扰让她很是不爽 找我做什么 赵女士不是让你一个人负责全部的工作了吗 我能听得出来 她对于我让他们失业的事情 还是耿耿于怀的 是这样的 但是我在马迪拉酒店这边不是很熟 我需要你的帮助 也许是我说话的语气 让她觉得值得一帮 也有可能是因为她觉得自己 还有机会重新拿回自己的工作 很快就答应了下来 赶来了秘制内的马迪拉酒店 这个叫巴蒂的年轻保镖 竟然还想把她在乡下泡的姚姐 也带进酒店中来 但是很显然 那些女人是进不来的 在这个肉体交易合法化的国家里 这些职业女性都是被登记过的 她们只能在乡下窑子里待着 市中心的酒店不是她们能混进来的 我帮她解决掉了这个难题 至于解决的办法 自然就是出钱了 酒店的保安 也不是什么尽职尽责之人 我直接给了她一个月的薪水 她不可能再为了那么一条 无所谓的禁令 继续阻拦巴蒂的女人进门了 你带她来这里 是玩认真 想娶了她 我的问题可能是有点伤到巴蒂的自尊了 她立刻否认了这个可能 表示自己就是玩玩 肯定不会这么早结婚的 她在这马迪拉酒店里鬼混过一段时间 所以我请教她的那些问题 她都是很清楚的 一番指教下来 这小子成就感拉满 然后我就问起了她 这些人贩子高层以前开会的时候 会在酒店的哪家会厅里 这小子也是鲁莽 带着我就上了七楼 那里只有一间会议厅 不用想也知道 现在那些人贩子头目们 肯定就是在这里凑齐了 我这会也就是没有携带着武器 要不然 直接冲进去 把他们一锅端了 我想也是没有问题的 八弟 你是怎么知道 这里是老大他们的会议厅的 废话 我跟大姐可是在这里 八弟话说了一半 也就不敢再说下去了 她的眼神中透露出了一丝恐惧 我当然是知道她看到了什么的 因为那就是我故意让她看到的 在让她来这边之前 我就已经准备好了卡准这个时间来制造矛盾了 会议差不多就是中午十二点结束的 这是我之前听女头目和那些其他头目们联系的时候 得到的消息 我卡准了十一点五十五分的时间点 带着八弟来到了会议厅门口 就是为了让她说点不能说的话 然后被那种提前退场的团伙头目听到 有了这个矛盾点在 我后续的计划也就能顺利进行了 怎么了 八弟 你看到了什么 我 我刚才说的话 好像是被巴特鲁听去了 他一直在追求大姐 他要是知道了我和大姐之间 我们 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八弟惊恐道 我露出了一副关心的表情 淡定道 王好了想 或许他能给你一个痛快呢 这些人都是残暴的 不把人命当回事的 把巴特鲁这家伙和八弟之间的仇恨拉起来以后 我的计划才是更好执行的 果然 听完我的话以后 八弟马上就愣住了 他在想什么 我是听不到的 但我能猜得到 无非就是什么先下手为强后 下手遭殃之类的了 这个莽夫 肯定是会有所行动的 果不其然 人贩子团伙当晚就开始了一场内斗 八弟叫来了那两个以前与他共事的伙伴 一起找上了那个人贩子二层领导 巴特鲁的家 在巴特鲁动手之前 他就已经把巴特鲁一家上上下下给血洗了个一干二净了 彻底把自己遭到报复的可能性 缩减到了零 女头目的前保镖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人贩子团伙老大当然很着急 第二天一早就再次召集全体头目 去密支内的马迪拉酒店会一厅集合了 女头目今天非常害怕 她很担心是她的缘故 导致了之前的那些保镖们 想要报复他们整个团伙了 所以她要求我寸步不离地跟在她的身后 绝对不能让她一个人独处 今天过后 她会额外支付我一份意想不到的奖励的 其实我早就从她的眼神与动作 还有之前她和巴蒂的那些事 猜到了这个奖励是什么了 肯定是这家伙动了情欲 对我这个形象气质都很不错的保镖 产生了什么兴趣了 不过我肯定是不会对她有什么兴趣的 今晚就是行动的时刻了 她肯定是不能得偿所愿的 我跟着她一直来到了马迪拉酒店的会议厅内 坐在了她的身后 在巴特鲁被铲除之后 这个会厅的头号会议桌上 就只剩下了七个人了 而这七人就是这缅北人贩子团伙中的最上层 女头目也只能坐在第二张会议桌上 毕竟她只是二层领导 算不上最上层的 我们的人手 必须提高团队意识教育了 不能再发生这种以下犯上的事情了 事事事 我们会注意的 像巴特鲁这个蠢或遭遇的事情 我们肯定会避免的 放心吧 老大 七人很快就达成了协议 给女头目这些二层领导们散播了下来 在此期间 我的注意力全都留在了那头张桌子上了 那七个人中 肯定有至少一个人 是我妻子被迫害成现在这样的罪魁祸首 而且就算其中还有跟我妻子事情无关的 他们的身上也肯定还是背负着其他血债的 他们在这缅北的地界上 毁掉了多少家庭的幸福 破坏了多少好人的人生 磨灭了多少普通人的希望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人 绝对不会 阿航 我们该走了 女头目的声音把我从今晚的计划中唤醒了 我对她点了点头 开上了她的汗马 带着她返回了她的住处 那处乡间小别墅 走吧 阿航 跟我上楼去我的卧室参观一下吧 女头目一回家就显露出了一种妩媚的神态 这个红粉骷髅的皮肉确实是能算得上上等的 要是换了一个定力差点的 大概率是会被她的美人计给诱惑到的 但很可惜 我不是一个定力差的 在我的脑子里 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 那就是复仇 我妻子的悲剧 就是他们这些人造成的 他们受到再多的惩罚 也是不为过的 我跟女头目表示了 自己是愿意的 但是需要先去上个厕所 然后就回到了一楼 我的那个临时住处附带的厕所之中了 女头目应该是认为我害羞了 所以也没有催我 回到了她自己的房间 一分钟后 我就在楼下整出了动静 那是我在八地 他们反叛了人贩子组织之后 从他们那里买来的 他们要赶紧买上车票 换个地方生活了 要不然被缅北这里的人贩子 大头目知道了他们的所在 那他们肯定是会被当作击杀给猴看的 所以他们要枪也就没什么用了 我只拿出了一点点的经费 就购买到了衬手的武器 顺带还帮他们指了一条正确的求生之路 那就是我国的边境警局分部 在那里 会有心好的警察收留他们 为他们提供为生的劳贩的 而我则是搞出了一个大动静 我在一楼的厕所内连开五枪 然后在厕所上的小窗上 留下了一些我提前准备好的猪血 我也就从那扇小窗 离开了女头目的别墅了 今晚行动的第一站 就是那个大头目地家 经过了人贩子头目白天时候的会议 我得知了第一张桌子上的那七人 到底是在那里居住的 他们相互转告最新的住宿点 就是为了互相帮助 保护好彼此的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一个对他们充满了仇恨的人 也把他们的住址摸清了 等待组织上支援 对他们完成抓捕 可能还是有些困难的 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更换住处 我必须要在他们没有更换住宿点之前 把他们一网打尽 大头目地家就在密支那市郊 那是一处大别墅 看着那豪华的别墅配置 我心里就很是难受 那是用了多少无辜的缅北游客 亡魂换来的呀 要是他们没有来 这个该死的地方旅游 打工 该多好啊 不过一切已经发生了 我能做的 就是让这种事情不再发生 让这些犯下了滔天罪恶的人贩子头目们 付出应有的代价 我单枪匹马地摸进了大头目的家里 他的保镖团队 当然是要比那个女头目的保镖团队更强大的 足足有十人 但是在我的面前 他的保镖也是没可能救到他的 因为我和那些保镖们 在白天的时候就已经见过面了 我跟他们谈笑自如 今晚的到来我走的也是正门 身为女头目的保镖 我是为了讨好 他们这些更高层次领导的保镖来的 请他们所有人喝了酒 酒里面都有着足量的迷药 他们晕雀在了我的面前 那也就是说 人贩子团伙的大头目 此时已经彻底是毫无防备的了 我亲手了结了那些保镖们的生命 然后爬上了大头目住宿的二楼 我又不是人贩子 不需要因为迷药的药效而担心 用这些药就是为了干掉他们的 早在我做掉了老陈 拿走了他的药品的时候 我就已经计划好了现在的行动了 人贩子头目对所有人都不信任 所有他让自己所有的保镖们 全都留在了一楼 让他们互相监督 二楼只有他自己一人 就连他的女人们也都是被安排在了隔壁别墅居住的 他自己做的是什么事 他自己心里清楚 就算是他自己的女人 他也并不敢完全信任 我来到了他的床头 把他唤醒 让他亲眼看到了被绑腹的自己 然后就让他在自己清醒的状态之下 割断了他的每一根手指与脚趾 紧接着又切断了他的五支 在我动他手指脚趾的时候 每当我斩下了一刀 他都是痛呼求饶的 而当我要斩下他的手臂大腿时 他已经改口变成了给他一个痛快了 我当然不会给他一个痛快 我的妻子 还有那些其他收到了这帮人迫害的无辜受害者们 他们经受过怎样残忍的对待 我们都是不得而知的 我只能是尽我所能地去复刻 让这个人贩子头目 也来品尝一下自己的手段了 我还把他们厨房里的盐带了上来 高浓度的盐水被我泼在了他的身上 既是为了让他保持清醒 也是为了让他更加痛苦 我可没打算让他这么简单就死掉 他还得到他该去的地方服刑一番呢 半小时候 我离开了大头领的家 今晚的行动还得继续 不论如何 在我做完了这一部分的计划之后 一种名叫痛快的感觉 已经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了 剩下的那些人贩子头目们 我也都一一拜访了 他们的保镖或者亲人 我都是用了类似的方法搞定的 老陈那里留下的迷药 确实是够用的 原本用来作案的工具 变成了我的办案复仇工具 他们这些帮凶 我都仁慈地给了他们一个痛快 而他们的头目 则是全都被我用人质的模式保留了 第二天一早 当我驾驶着一辆从七号头目家里 开出来的大型提卡车 回到了女头目家门前时 他都惊呆了 阿航 你 你昨晚没事啊 我还以为 是你 你被那三个蠢货给带走了呢 我淡定回应道 要是他们能带得走我 那你当初把他们换成了我 岂不是错误的选择了吗 一看就很是欲求不满的他 很显然 没有多想 只是在开心 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身上的这些血 以及他家一层卫生间里的那些血迹 应该都是来自于他之前的那三个笨货保镖的了 并不是我的 能看得出来 他还是很骄傲的 能有我这么一个能干的保镖 他很有优越感 我以后会跟我们老大介绍你的 要是得到了他的赏识 你能拿到十倍吸水 也不是不可能啊 女头目开心道 而我则是露出了 让他有些看不懂的微笑 我指了指身后的皮卡车 上面有惊喜 他有些疑惑地登上了皮卡车 然后挨个打开了那些皮箱 紧接着 响彻整个小村庄的惊叫声 就响起了 女头目被那些还活着的人质们都吓坏了 他没相当 自己昨天还见过的那些头目们 现在竟然全都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还是他羡慕和敬畏的那些大佬们吗 他们不是很有手段的吗 怎么会这么轻易地被一个新人保镖解决掉了呢 你 你是什么人 这些都是你做的 是吗 我回了他一个淡定的笑容 是我做的 你说要给我一个惊喜 那我觉得我应该先给你一个惊喜 这些人都倒下了 那团队就是属于你的了 你有没有信心带好团队呢 女头目目瞪口呆 看得出来 他应该是把我的话当真了 甚至还流露出了一丝感动的想法 当然 这都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 我是要控制住他 间接控制住这个人贩子团伙 然后要将他们一网打尽的 原来你做这些 都是为了我呀 女头目又追问了我一遍 我点点头 是的 都是为了你 在我的心里 浮现出了我妻子那空洞又无助的表情 仇恨感与复仇之后的痛快 充斥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是啊 我就是为了我的妻子 很快 在我的刻意安排下 人贩子团伙又有条不紊地运作了起来 而那些被做成了人质的人贩子头目们 也都被我和女头目证明成了 是那三个做掉了巴特鲁全家的蟒夫干的 人贩子团伙内 虽然还有一些资历和能力 都跟女头目相近的 但是当他们看到了我手中的那把 从巴蒂那里买来的手枪时 全都懂事地闭上了嘴 他们并不敢忤逆我 只能接受了他们继续保持 他们二层头目的地位了 渐渐地 这整个的人贩子团伙就彻底变成了我的一言堂 女头目根本不会反对我的任何意见 我明白 她这是把我看成了她的男人 但是很可惜 我并不会相应地把她当作我的女人 她只是我拯救这些可怜的无辜受害者们 还有将这些人一锅端掉的工具罢了 我联系到了国内的组织 告诉了他们我现在的处境 虽然只是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 可我却已经走到了一个 他们意想不到的位置之上 我已经成为了这个人贩子团伙的真正掌权者了 小杭啊 你可真是太能干了 能有你这么一个得力干将 是我们滇省警察的荣耀啊 杭哥太猛了 你竟然一个人就端掉了他们的整个团伙呀 嗯 杭哥 那些人 致该不会是你弄出来的吧 虽然很爽 他们也是活该 但是你可能是会背负上处分的呀 胡说什么呢 明明是人贩子集团内斗变出了那些人质的 关杭哥什么事啊 在我召唤来了那些同事们 把缅北的这个最大人贩子团伙清剿一空之后 同事们都凑到了我的跟前 慰问起了我这个剿灭人贩子团伙的最大功臣 他们怎么说 对我而言都已经不重要了 我只想再去见我的妻子一面 然后该有什么处罚 我都是能接受的 那些人贩子们 就是应该尝尝他们自己的手段 阿航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欺骗了我 你为什么要欺骗我 我对你还不够好吗 那个欲求不满的女头目 张牙舞爪地被我们的女警同志带走了 我当然不会跟她发生什么 被当作剿灭他们的工具 也是她做人贩子应该付出的代价 她是活该的 回国 我又一次见到了我的妻子 她还是那样的怕生 在我不在的这半个月内 她被我们组织上的专业医生照顾着 虽然没有好转 但好在也没有变得更差 还是我走之前的样子 她看着我的眼神 确实是不一样的 但是那种害怕与不安的情感 还是贯彻始终的 我真的恨死那帮可恶的人贩子了 即使他们现在已经付出了代价 被抓捕归案了 我也还是不能放下这一份仇恨的 老婆 你放心 我也应该受到一些处分 我会去给那些人更多苦头尝尝的 你就在这里等着我 等我从里面出来了 就亲自照顾你 一辈子 就在我说出了这番话的一瞬间 妻子的眼神恢复了一些神色 我能看得出来 那是关心与不舍 也就是那一瞬间 我感觉我的世界又温暖了 我的爱人她回来了 这一生的希望 也重新燃起了 一周后 组织上看在我的妻子需要照顾 以及我立下了那么大功劳的份上 把我的工作日志做了修改 那些人贩子确实是在内讧中 被做成了那样的 我不用去接受处分 那些没尝到苦头的 里面的同志们也答应了 替我给他们上点住宿强度了 我只需要安心留在妻子的身边 好好照顾她的生活起居就可以了 又是三个月的时光 匆匆而过 就在我帮妻子 从魔都定好的仿生肢体 送达的前一天晚上 我帮她洗澡的时候 一道久违的声音 来到了我的耳畔 老公 我想你了 你何咖啥银库楼